邓姓是超级大姓 那么出的人物当然就太多了 看过说唐的朋友 大概没有不知道赛雄姓的 是勇将 敬请关注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邓玉善 说到邓姓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 我印象当中它其中的来源之一 应该是周朝的姬姓后人 因为好像是分封到河南邓州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只后人就以邓为姓了 说起善姓 我身边好像没有姓善的朋友 但是我想起来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 他叫善雄姓 他为人骁勇善赞 擅长马上用枪 在瓦钢军当中有飞匠的美名 玉这个姓 现在应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姓 好像姓玉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太多 不过玉这个姓据我所知来头可不小 好像大语的老师就是姓玉 叫玉华 东华姓氏渊渊流淌 还是请他们专家给咱们做进入趁热节目吧 敬请关注细致节目 前文中几读百家姓 第三部指 邓玉善 接着我要为大家讲的一个姓氏是邓姓 邓是一个极大的姓氏 他是在超级大姓当中都是大姓 他的原初有 第一 源于子姓 是五丁给他的叔父曼姓的封地从那儿来的 那么根据史记的记载 这个高中五丁封他的叔叔曼姓在一个地方 曼 曼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在今天湖北襄阳 邓城 在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史上就称这个曼姓为曼侯 曼氏 当然很早开始也有人称他为邓侯 因为那个地方叫曼 大概那个地方同时也叫邓 从两周时期开始邓国 那么他有这个国了 就是南方很重要的诸侯国之一 邓国一直延续了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 我们知道后来什么时候开始 这一支开始兴盛呢 后来这一支有后代开始搬 从湖北襄阳往北走 搬到了南洋新野 传到了曼宫第四十七代 你看他的邓氏的家谱上都记得很清楚 曼宫第四十七代叫邓渝 邓渝我们都知道了 是辅佐光武帝刘秀 忠心汉史 是云台首公 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就是邓渝 所以邓氏就曼书这一支 到了第四十七代 开始一下子兴盛 邓渝的孙女 后来成了汉朝的邓太后 当然刚开始是驾到了公里 她是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 就真正垂帘听政的 那么前面吕后什么的 那都是不正宗 那么这个邓后是正宗的 邓氏家族在东汉时期 有很大的权势 所以他也迎来了这个姓氏的一个兴旺期 由于羽公 邓渝 他一直住在新野 而新野在东汉的时候归南洋郡管辖 所以就有了南洋邓氏 这一支被视为邓氏正宗 源于子姓 源于子姓里边的慢性 所以这是一支 第二个源流 源于四姓 是夏王啊 宋康 有子孙封在邓国 因为我们前面几次强调过 古代啊经常有一地多明 也有多地同明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邓城就不在湖北襄阳 在哪里 今天河南孟州西 孟州西边 还有一个 一个大家都传说是古邓城的地方 后来呢 这个地方为这个商王武丁就给灭掉了 所以很早就被灭掉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子子孙孙 以国为事 也新登了 源流三 源出于银杏 那这个还是正一脉下来的 但是要仔细论起来 是五代十国时期 南唐 南唐有一个最有名的 李后祖 李后祖李玉 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那他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那一只 后来因为避难 改成了邓姓 那他本来姓李嘛 后来改成了邓姓 这一只后来人数还比较多 第四个源流 源于蒙古族 那么这个是属于比较 常见的 取汉姓 取了邓 蒙古族里边 改成邓姓的还相当多 后来满族 也有在改汉姓的时候 很多这个部落 或者很多这个部族 用了邓姓 当然 别的兄弟民族当中 也有邓姓 今天的 藏族 壮族 哈尼族 土家族 等等兄弟民族当中 都有 从唐宋就开始了 都有用邓 作为自己汉姓 邓姓 发源在 湖北 襄阳这一带 在东晋的时候 开始大规模南签 实际上在晋朝 以前 比如汉代的时候 我们已经发现 邓姓 出现在明月 他还相当早 南部就有人 有人了 那么汉朝中期 我们前面提到的 一支邓氏 从襄阳 迁到了南洋 南洋新衍 这一支 前面我们提到 因为邓渝 和邓渝的孙女的关系 这一支 在东汉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繁盛 出了很多高官显觉 出了很多著名人物 当然后来 由于宫廷斗争 那么南洋的邓氏 受到了打击 此后 南洋的邓氏 人口已经非常多了 就不断的 以此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 也有回到湖北的 因为河南南洋 本来就是湖北 向洋迁过来的 有回到湖北的 从湖北 再走到湖南的 也有往西北 通过山西 留下一部分 再往西走到甘肃 今天 我们知道 邓姓最集中的地方 是长江流域 中原地区 还有沿海 所以它是个超级大型 它有好多省 邓姓都非常非常多人数 我想特别深的是 在甲午中日海战当中 有一位姓邓的民族英雄 那就是邓氏 他是北洋舰队 致远舰的管带 在激烈的海战当中 他是率领他的舰队 冲向日本的军舰 然后被日本舰队击中之后 他放弃了被救援的机会 跟随他的志愿界 永远地沉入海底 邓姓是超级大型 那么出的人物 当然就太多了 但是他非常有意思 邓姓的家谱 保存得很好 所以我们 特别是早期 越早期 我们越能知道 这个邓姓的人物 在邓姓的谱系当中 是第几代 比如战国时候 有一个叫邓通 这个人是蜀郡人 也就是四川人 四川很早就有 战国就有姓邓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商人 财力雄厚 西汉时期 你看一直到西汉时期 蜀中 也就是四川 都说邓氏钱变天下 他可能住钱的 那今天如果 谁能发行货币 这还了得了 这邓通他是自己住钱的 他的钱质量好 信誉好 成色好 所以流通天下 那这个邓通 在邓氏的谱系上 也就是从曼姓 这一次开始算 他是第四十二代 东汉的时候 邓渝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两三次了 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他是第四十七代 邓渝是曼苏这边的第四十七代 三国时候的邓芝 南洋新野人 就已经在南洋了 他就是邓渝的后裔 蜀国大将军 为将二十余年 赏罚分明 功勋显赫 封为侯爵 以这个亲民连结 著称的将领 邓知 是邓氏家族的第五十三代 还有三国时期 名将邓爱 这大家都知道了 他是哪人呢 也是河南新野人 但是他是曹魏的名将 是曹操的名将 后来我们知道 灭蜀汉 就是邓爱帅的兵 他比前面我们讲的 这位大将军 蜀国的大将军邓之 小一辈 他是邓氏家族 第五十四代 从曼苏开始排 这位邓姓很有意思 那么邓姓在历史上的人才 实在太多 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里 向大家一一介绍 邓氏是一个多民族 多元流 古老的姓氏 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 高居第29位 排进前30了 那是超级大姓当中的 超级大姓了 人口接近900万 玉这个姓呢 现在应该说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姓 好像姓玉的人 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不是太多 不过玉这个姓 据我所知 来头可不小 好像大宇的老师 就是姓玉 叫玉华 那我们知道 这个大宇 是我们上午 也非常有名的姓氏 那玉姓意志呢 应该是来自于 大宇的老师 接下来 要为大家讲 玉姓 玉姓来源也很复杂 而且血缘也很复杂 来源一 这是传说当中 因为玉姓的蝴蝶上 经常有 但是这可能 传说色彩很浓 是大宇 有一个老师 叫玉华 玉华 由于是大宇的老师 所以地位很高 那么据说 家族就很兴盛 这个家族里边 出了一个更有名的人 叫玉玲 玉玲是个神仙 得了道的 成了仙的 他的子孙刚开始 就以玉玲作为姓氏 是一个父姓 后来简化成了玉姓 这一支读成玉 玉姓也有不同读法的 这一支读成玉 都尊玉华为始祖 第二个来源 出于姓姓 是春秋时期 鲁国有一个展相 这个国相 叫玉皇 他的后代 姓玉 那么这一支 主要繁衍在 今天浙江省的 吴欣这一代 这是南方的这一支 这一支 后来是玉姓的望主 但是这一支 很有意思 吴欣这一支 据说 他的正确读音 应该是魏 今天恐怕都读成玉了 第三个源流 源于子姓 是春秋时期 吴国有一个大夫 叫玉博 那么玉博呢 被封在玉义 那么他的子孙 就以他的封地而玉 作为自己的姓氏 还有一支 源于地名 汝国 靠近泰山附近 有一个地方 是这个字叫玉义 那么这个地方的居民 包括他们的后代 就以这个作姓 元流武 源于姬姓 这是周宣王时候 郑国有一个公子 也是贵族 这个公子的名字 叫偏 武岛偏偏的偏 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那么他呢 他的后裔 也姓 也用这个字作姓 第六个源流 源于地名 战国时期有个地名 叫玉陵 就跟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个先人 玉陵 这两个字是一样 但前面一个是先人名字 现在这个是地名 这个玉陵在哪里 今天 广西 桂林 这一带 在过去叫玉陵 这一带在古代啊 是百越民族 是各种各样 当时的兄弟民族 住在那里的 这些民族 绝大多数在今天 历史上已经找不到了 就融入到别的民族当中 那么这里的居民 后来 因为被楚国攻伐 那么我们知道 在古代打仗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还要掠夺人口 那时候人口是重要的资源 人不嫌多 那个时候 所以就把玉陵 也就是今天广西桂林一带的人啊 被迁到了 营 就是今天湖北江陵这一带 那么这边的居民 从玉陵这个地方被迁到湖北了 他不忘自己的故土 所以就以这个字 作为自己的姓氏 源于地名的还有一个例子 汉朝的时候 有一个县 叫玉仪县 这个地方 在今天陕西省宝记 和隆县这一带 隆县今天在宝记市下面啊 就在这一带 那么这一带的居民 后来也姓玉 源于地名的情况 还有啊 甚至还有源于西域 比较西部的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地方 跟玉有关 后来那里的居民也姓玉 那肯定 他的血缘 是西部 兄弟民族的一个血缘了 那么源于先卑族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 也有改成这个汉姓 源于七丹族 七丹族里边啊 我们知道有耶律师 耶律阿宝基 这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耶律师 大家一听这个读音就知道了 耶律师有的时候 也写成野律师 因为他都是阴嘛 用汉字都可以表达 对吧 那么后来在取汉姓的时候 很多耶律师 七丹的皇族贵族 大族就取了玉 他可能因比较近 一律 比较近 就取了这个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么后来当然都融入汉族了 还有一个源流 源于回忆族 我们知道 在这个明朝的时候 明英中 朱启正的时候 有一个回忆族啊 叫拿汉提摩尔 他的后裔 后来姓氯 那么至于为什么 他的后裔姓氯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 来来来说明 但是我们知道 拿汉提摩尔 他的后代姓氯 这是回忆族里边 有遇性 拿汉提摩尔的后代 连续大概六到七代 甚至更多代 都是世袭为指挥使 都是当官的 所以这在回忠当中 是比较重要的一支 虽然人口不太多 魏晋时期啊 玉氏的族人 我们发现有一个 比较多的一个句句点 在河南 河南原属黎阳县 后来又属黎阳郡啊 这样一支 那么这一支 在河南的这一支律师 和在太原的 这么一支律师 都是早期非常重要的 在律星的历史上 非常重要 后来就形成两个郡王 唐宋时候 律师的族人的繁衍中心 已经迁到南方 特别是华东地区 以这里为繁衍的中心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华东地区姓郁的特别多 从唐宋开始就是了 宋元乱世 那么玉氏族人 就逐渐逐渐散步到 福建江西 湖北湖南四川 等等等等都有 在大怀数移民当中 也有玉姓 玉姓出现在 这个几百个姓氏当中了 那么更是散步 全国各地 大怀数移民以后 散步得更厉害 现在 在台湾 我们知道台北 玉氏的人口不少 那么也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 从内地迁过去 到今天为止 玉姓已经遍布全国 从今天的分布来看 江苏 上海 浙江 那是标标准准的 华东地区了 正是玉姓人口的聚集地 所以在这个姓氏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标标准准的 华东姓氏了 玉姓 在历史上出的人才 我们略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宋代有名义 玉俱善 这是宋代的名义 当时名声非常非常高 明代有户部赏书 玉姓 洪武年间 他一直当到了 这个户部赏书 玉姓 是非常善于管理 善于谋划的一个人 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大家介绍 前面我给大家提到 在今天的台北 有好多姓玉的人士 在那聚集 所以我下面要为大家 着重介绍一位姓玉的 这么一位名人 他跟台湾就特别有关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是一位旅游家 喜欢旅游的 名字叫玉永和 自苍狼 他是清朝人 那的人浙江仁恒县 也就是靠近今天杭州这一带的人 他是个秀才 但是生族年月 我们现在不太知道 他有一个特点 好远游 我们知道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面 远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有中国人 有好多传统概念 比如父母在不远游 所以中国的旅游探险啊 总体来讲 是受到了很多局限的 但是这个玉永和喜欢远游 康熙35年 那么也就是公元的1696年 当时福建福州的火药库 由于管理不善 发生了爆炸 看这个火药库的人 就被责令 必须偿还这些火药 你必须给补回来 那么他呢 就要派人到台湾地区啊 去采集硫磺 因为制作火药 硫磺是非常重要的成分 那么这个时候 玉永和正好在福州 这个官员的幕府里面 也就是当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就自告奋勇 赴台湾 去寻找硫磺 他到了台湾以后 他经过很多原住民部落 最后完成了寻找硫磺的任务 回到了大陆 回到了福建 他把沿途的所见所闻 记录了下来 写成了一本书 叫败海济游 详细地记录了台湾的地理 气候 风俗 民情 它的物产 它的历史 文笔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这个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今天我们如果要研究台湾的话 康熙年间的 如此详尽的 亲眼所见 这个亲履其地的这样的文献 还是弥足珍贵 所以这就是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旅游家 郁永和 郁氏 在今天的信使排行榜上 排在220位 人口大概有46万 当然另外一种说法说 只有38万 所以这个相差量 还是相差的相当可观的 所以这些数字 只能供大家参考 善这个信呢 可能就 碰到的就更少了 而且它的来源 好像也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 古时候 匈奴他们的最高首领 就叫做蚕鱼 所以也有一只呢 是从匈奴 这个蚕鱼过来的 所以如果是从这一只过来的话呢 那这个字 在作为信的时候 应该是独蚕 而不是独善 或者是丹 说起善信啊 我身边好像没有姓善的朋友 但是我想起来 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 他叫善雄信 他为人骁勇善战 擅长马上用枪 在瓦冈军当中呢 有黑将的美名 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姓氏 是善信 善信的源流 也很复杂 来源很多 第一个来源 源于姬姓 是周成王给他的小儿子 有一个封地 这个封地 封在 又难念了 在地名上可能念丹 丹义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善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河南梦境 那么等于小儿子的封地在那里 周成王的 那么他的子孙 和那一带的居民 后来就以善 作为自己的姓氏 第二个源流 还是源于姬姓 这是善信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它来源很多 但是主要是从姬姓 这边流变出来的 所以来源的第二呢 还是源于姬姓 是姚舜时期 有一个大概在商朝 非常有名的一个贤人 或者也近乎是仙人 善卷后裔 我们知道今天江苏移兴 还有一个旅游的地名叫善卷洞 传说他说他到那里去修炼过 善卷 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远古时期的人 已经有神话色彩了 说起来他叫善父 那么是这个善字 也叫善卷 后来写成什么 善良的善 今天在民间都写成善良的善 说是有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非常擅长倒数 他会倒数 有德行 受到当时人的尊敬 所以最早他住在哪里 住在善县 也就是今天山东的善县 后来这个人到处跑 善县在过去就叫善父县 父是一个尊称字 父亲的父 那么是明太祖朱元璋 把善父县改成善县 有这样一个典故 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么这个善卷 后来全国各地到处跑 已经成了一个半人半仙的人物了 他的后代 据说有很多姓善的 说我是善卷 善父的后代 所以这是一个来历 第三个原理 也是源于姬姓 是春秋时期 鲁国的大夫 宇父丹之后 那么这个大夫 吕父丹呢 后来就分成了两支 一支姓吕父 是一个父姓 这个父姓今天 我不敢绝对地说没有啊 但是应该是极其极其罕见了 这么父姓 还有一支姓善 当然当时是恐怕念成丹了 现在都念成善了 这是一次之后 另外一个源流 还是源于姬姓 是东周时期 非常有名的大夫 善博之后 善博本来的名字叫姬朝嘛 对吧 那么跟这个 他的爷爷 是善香公 善香公 可能大家 不太熟悉 但是跟善香公 非常相关的一个成语 大家都知道 先见之明 哎 这个人对某件事情 有先见之明 来源就是这个善香公 善博就是善香公的孙子 那么他的后代 当然也有姓善 元流武 还是源于姬姓 大家看 多来源 但是一个源头 是谁呢 是孔蒙弟子的后代 孔蒙 孔蒙弟子三千人 贤者七十二人 在这个七十二人里边 有一个人叫敲丹 这个姓太怪了 这个姓 应该现在还有 但是很少见 这个字写都很难写 上面一个屋 底下一个木头的木 旁边一个义字 这是孔蒙的一个弟子 那么他的后代 就没有用他前面那个秋 作为姓氏 他的后代 又用后面那个丹 作为姓氏 那么今天 当然也是善氏 这个人在史记 孔子世家当中 是有记载 记载孔蒙七十二弟子里 有他 但是在孔子家狱里 没有记载 但是在唐朝开元年间 唐玄宗 曾经把敲丹 封成辽成侯 还给了他一个侯爵的封号 所以这也是 善性的一个来源 接下来 就是来源于兄弟民族 比如我们知道 古代匈奴 这样的一个 民族当中 有禅鱼 他的首领叫禅鱼 那么也有一些 现在兄弟民族当中 善性 姓善的人 他讲我的祖先 是来自于禅鱼 禅鱼就是当时 匈奴部落的 最高的首领了 对吧 但是这一字的正确读法 是禅 不念善的 如果写出来是这个 但是说我姓禅 那么他应该是 有兄弟民族的血统 可是今天 大概统一念善 比如 源于先卑族 源于蒙古族 源于达沃尔族 源于回族等等 都有用这个字 作为自己的汉性 在先秦时期 善是主要活动在河南 后来到了宋朝的时候 已经在江苏 山东 山西 浙江 河南等地 都出现了 善事的这个 集居的这个群体 明朝的时候 山东 江苏 浙江的善性 非常的显眼 出人也出得多 当代 善性的第一大 这个省 也就是善性人口 最多的这个省 已经是江苏省 所以他从 已经变成了一个 南方的姓氏 南方色彩很浓 虽然江苏省 是善性的第一 大人口省 但是他只不过占了 善性总人口数的 百分之十三左右 所以现在我们 大致可以这么看 今天善性的分布 在中国分两块 一块苏鲁碗 也就是江苏 山东 安徽 还有一块 北黑 那儿 黑龙江这一带 东北 以黑龙江为主的这一带 分成这两块 善性的分布比较多 善性 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 善性池塘里的这个 银链 我们知道 池塘里边的银链 往往是把这个家族 最值得交往 最荣耀的事迹 要揭标出来 要宣示出来 告诉子生后代 说银链 是特别能够反映 这个姓氏文化 那有这样一幅对联 在这个善事宗词里 我们可以看到 永推飞降 一号花诗 上年讲的是 唐朝初年 基因人谁啊 善雄性 这个看过说唐的朋友 大概没有不知道 善雄性的啊 是用将 善于马上用枪 军中号称飞降 所以永推飞降 那么这个一号花诗指的是谁呢 这个可能熟悉的人不多 是宋代有一个人叫善妇 这个人特别擅长种牡丹 擅长到什么地步啊 能够变异千种 他大概会嫁接 会栽培 所以他种了上千种牡丹 当时人称他为花诗 这是这个典故 那么今天牡丹是中国的国花 所以这个善妇 是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那么另外 我们在善性的池塘里 还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对联 那气势很雄伟啊 轻势念于事 侯爵期待人 大家想想啊 这个底气啊 这个是指啊 周成王以后 二十几代君主执政 都有善性的人 在宫廷里边啊 担任要职 担任清室 这样的要职 所以清室念于事 那么侯爵期待人呢 是指东汉皇帝的时候 有一个叫善超 是河南人 善超 他非常有谋略 所以辅佐帝王啊 立了大功 封为兴封侯 是一个侯爵 从善超开始 期待人 都是侯爵 大家看看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还想特别为大家 介绍一下 岭南的善事 岭南的善事啊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啊 岭南善事 实修主谱 今天还能看到 换句话说 这是岭南的善事啊 现在的主谱 是光绪二十年修的 一八九四年 这已经是修的第十次了 所以他的家谱 保持的很好 说岭南善事的始祖 叫善通真 浩罗峰 元吉三东 而且生于唐朝会昌五年 也就是公元八百四十五年 所以你看 岭南善事对自己的始祖啊 他记载的非常清楚 唐朝 贤通年间 大概这个善通真二十岁的时候 他爬泰山 爬泰山的时候 碰到一个义人 碰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教他会了神仙术 因为唐朝道教很兴盛的 叫他会修炼之术 而且他知道 他有个元祖 叫善道开 他这个元祖据说 到了广东 罗浮山 修道 去修道了 而且呢 道性很高 于是 你看 他的元祖是一个晋朝人啊 这善通真很有意思 已经离开唐朝有几百年了 他居然相信自己这个元祖啊 因为修道修得很好 没准成仙了 依然还在人间 所以他就从山东 千里迢迢到广东 来寻找他的元祖 这一路找 一路找啊 居然还找到了善道开 宇化的那个山洞 就他元祖在当地确实很有名了 在广东很有名 宇化登仙了 那么留下一个时事 也就是山洞了 被善通真找到了 他就在这个山洞旁边 搭起草庐居住 就不愿意回老家了 后来在广东征城安居下来 那么这里呢 可以远远的看到罗浮山 所以他就以罗峰为号 公元九百三十八年 善通真去世 也就是岭南善寺的始祖 当时享受九十三岁 这是不得了的告诉了 从此 善世后人 经过八代传承 从他开始 往下八代 开支闪念 从加普利可以清楚的看到 传了八代以后 开始从真城开始 在南方开始散开 三十代人以后 那么我们知道广东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善世 岭南善世在宋元明清时期都出过川之正世 这样的这种高官 并且呢 近世举人啊 层出不穷 善世也是一个多元流多民族的姓氏群体 他的人口数在今天排在百家姓排行榜的第177位 人口一种说法83万多 还有一种说法68万多 所以我们知道善性也排进了前200位 今天的百家姓就先为大家讲到最后